4.基本设定 本章节学习的主要目的是利用NVDA功能表 常用的环境使用设定 来让使用者加以设定之后 更能符合自身需求 除此之外 本章节也会提到NVDA功能表中 若出现对话框时 其基本导航的方式以及操作方法 在这个章节里面 我们的学习目标是 认识NVDA功能表 以及导航NVDA功能表 以及探索对话框及控制项 最后是调整NVDA的语音设定 4.1 NVDA功能表 还记得在上一章节的时候 我们利用Windows键按下去之后 会展开出的Windows开始功能表吗? 而NVDA萤幕报读软体 它也有相同类似的功能 叫做NVDA功能表 它的按键组合是 NVDA键加N键 当您按下这个指令键之后 您会听到NVDA报读 NVDA功能表 接下来您可以试着使用方向键上或下 来移动听取其项目的名称 例如当您按方向键向下的时候 您会听到偏好设定 再向下则是工具 再向下则是说明 因为项目繁多 所以不在此做细部的解说 但是您必须注意到的是 比如说当您听到偏好设定的时候 在这个语音后面 会有一个叫做子功能表的讯息提供 也就表示这在往下一层 还有其他的指令可供展开 这也有点 类似像从第一层级 走向第二层级的一种做法 而要从第一层级 走向第二层级的方法有 第一个您可以按Enter键 可以将其展开 又或者是按方向键向右 也可以将其展开 展开之后 您一样可以使用方向键 点向上或向下 一样可以听到许多的功能设定 另外当您要从第二层级 回到第一层级的时候 也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按ESC键 也就是Escape键 又或者是您可以按方向键向左键 此时就由第二层级 回到第一层级 当然在这里有点必须注意的是 如果您没有听到子功能表 这个讯息名称的时候 当您按下Enter 这个时候将展开一个对话视窗 另外当您开启NVDA功能表 接下来利用方向键上或下移动的时候 您会听到一个特别的英文字母出现 举例来说 说明这个子功能表 它的全部讯息提供是 说明H子功能表 在这里突如其来的H这个英文字母呢 我们通常会把它称之为手字键或者是便捷键的一种应用 也就是说当您要迅速到说明这个位置的时候 您只要按下英文字母H它就会直接将焦点移到H这个说明位置 并且将其子功能表做自动的展开 这种手字键或者是便捷键的用法 在日后的其他软体应用上将十分的便利 4.2 NVDA语音合成设定 所谓的语音合成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让NVDA发出 如人生般说话的效果的一种软体 但是很多人在安装NVDA之后 听见他所发出来的声音都相当的无法接受 因为他所发出的声音是一个非常接近传统机器人的声音 而且听起来相当的不舒服 但是使用者也就是必须透过这样一个语音合成里面的设定 可以将其设定成更为人性化的声音 以符合一般操作者的使用 而这样的一个设定在哪里呢 接下来我们就稍微操作一下 还记得上一章节我们提到的 将NVDA功能表展开吗? 是的 这个时候请您按一下NVDA加N 将NVDA功能表展开 接着按下方向键向下 听到偏好设定指功能表 然后方向键向右做下一层次的展开 接下来利用方向键向下找到语音合成 再按下Enter键即可 在您按下Enter键之后 画面上会出现一个对话框 而这个对话框里面的所有选项 也就关乎着我们可以将声音调整至 更适合一般大众可以接受的声音 此时请勿将这个对话框按ESC键关闭 因为在下一节里 我们将要针对里面的一些设定选项 做进一步的说明 4.3 探索语音合成对话框 在上一节我们所开启的对话框内 目前总共会有两种物件的呈现 一个是所谓的下拉式方块 一个是所谓的按钮 而下拉式方块的使用方法是 您可以直接利用方向键向下一次即可 这个时候画面上会向下拖拉出非常多的选项 就看该软体的设计而定了 在拖拉出这个选项之后 您可以利用方向键上或下来选择您所要的项目 接着直接按Table键离开即可 也就是已经选择了该项目 而按钮部分的话 则是在按钮位置焦点的时候 直接按下空白键或Enter 则是执行该按钮的动作 那么针对现在这个对话框内 总共有三个下拉式方块 以及两个按钮 而这三个下拉式方块分别为 语音合成器 以及输出装置 以及自动音量调整模式 在第一个下拉式方块中 您可以利用方向键听读到 例如我们上节所提到的 eSpeaker这个项目 也就是发出机器人声音这个选项 又或者是可以听到 Microsoft Speech API Version 5的这个规格 若您是Windows 10的用户 则建议您直接将选项放置于 Microsoft Speech API Version 5 这个规格上面较为适合 当您利用方向键上下移动到这个项目之后 请您直接按Tab键到下一个下拉式方块 也就是输出装置 因为这个选项与您电脑上面的音效卡 直接设置有关 所以NVDA会直接去抓取适当的音效卡 因此建议您这个选项就不要再去做任何的调整 接下来再按Tab键来到第三个下拉式方块 自动音量调整模式 在这个下拉式方块里面总共有三种选择 第一个是没有 第二个是当有输出语音或音效时 第三种是总是 使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来调整选择其中之一 而这里的调整最主要展现的是 当NVDA进行暴读的同时 电脑发出的背景音 比如说音效或音乐 就会做一个自动音量的下降 避免干扰到萤幕暴读软体的声音大小 那方才提到的 我们这三个下拉式方块 您可以按Tab键依序的向下选择 相反的您也可以按Shift加Tab键做一个反向的移动 最后您按下Tab键之后 就会有确定以及取消两个按钮的出现 那当刚刚的设定都完成之后 您就可以将焦点利用Tab键移动到 确定这个按钮上直接按下Enter 这个对号框就会自动结束 4.4 还原设定 当我们在利用NVDA功能表 进行各项的设定与调整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设定并不是您所期望的 例如在上一个章节里面 假使您的电脑声音 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语音设定了 但是因为设定错误的关系 您把它设定成eSpeaker 这个时候它所发出来的声音 是您比较无法接受与控制的 此时您就可以利用这一种还原的功能 将原本的设定快速的呼唤回来 又或者是说在下一节里面 我们会提到的语音相关调整 比如您的语音速度调得太快了 您听不到它所告知的语音内容 您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指令 做一个快速的语音环境回复 而这个功能的使用指令键是 NVDA键加Ctrl键加R键即可 当然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到的是 因为在NVDA的设定 在电脑关机的时候 有个设定值是 关机时储存设定 这个东西也就是代表着 在电脑关机的时候 它会把你当下的语音做一个全部的储存设定 但是刚刚提到的回复设定这个动作 是千万不可以在关机再次启动之后执行这个动作 因为您所有的设定都已经被记录起来了 所以并没有回复的效果 也就是说当您发生 您的语音环境产生变异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必须赶快按下这个回复的效果 避免在电脑关机之后 产生无法挽回的结果 4.5 NVDA语音设定 语音设定对话框里面有几个基本项目 可以加以调整 让萤幕报读软体的声音环境 更适合使用者来使用聆听 例如人声、速度、音调、音量等等的选项 当然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的操作手法 就跟上一节中所提到的语音合成器里面是一样的做法 我们可以利用Tab键来移动我们的焦点 或者是使用Shift键加Tab键反向来移动我们的焦点 在前面的章节中 我们曾经提到利用首次定位的功能 来快速的应用开启某些指令 因此在这次的操作中 我们也可以利用相同的功能来发挥看看 首先我们按NVDA键加N键 开启NVDA功能表 接着我们可以按P键 而P键也就是在NVDA功能表中所谓的偏好设定 而这个P也就代表着Preference的意思 当按下P之后 接下来它会展开第二阶层的选单 紧接着我们按一个V键 也就是语音设定 而这个V就是Voice的意思 此时语音设定的对话框就已经打开了 因此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对于常会使用到的一些项目指令 我们就可以去熟记它的首次定位英文字母键 以方便我们的操作速度 而目前开启的这个对话框请您暂时不要关闭 因为我们会在下一节中来逐一的调列 说明在每一个项目中我们可以掌控的以及可以设定的功能 4.6 使用滑杆以及核取方块 在这个语音设定的对话框内我们会接触到两种新的物件 一个是滑杆一个是核取方块 首先我们稍微加说明一下滑杆的使用方法 当您的焦点停留在滑杆这个项目上面的时候呢 您可以使用方向键向上或向下一次调整一个单位来调整数值 又或者是您想要做较大幅度的调整 您可以按PageUp键或者是PageDown键一次调整10个单位 最后您可以利用Home键或者是End键来调整它的最大单位以及最低单位 接下来是核取方块的操作手法 而这个核取方块其实很简单 您只要按下空白键就可以听到以选取或未选取来达到您想要的功能 因此在使用时您要特别注意聆听NVDA提供的报读资讯 针对这个语音设定对话框里面前几个项目 我们稍微加以说明一下 当开启这个对话框之后 您的第一个焦点是停留在一个语音的下拉式方块上 而这个下拉方块则会因为您安装的语音库 有不同的人声类型可以选择 而通常每一个项目提供的则是 这个语言以及发音者的名称 在这个项目上您可以试着用方向键上下移动 来听取每一个发音者的感觉 当然不是每一个发音者都会认识中文 因此您发现若提供的声音者不会报读中文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千万不要误选择了这个项目 接下来按Tab键则来到速度这个滑感项目上 您就可以以您个人的需求来调整语音的说话速度 接下来按下Tab键就会来到音调的部分 这个项目则会调整说话的音调高与低 这也是因个人的需求去做调整 接下来按下Tab键来到音量这个部分 由于预设值是100这个单位 故建议这个值不需做任何的调整 之后若需调整音量的大小 我们则建议调整Windows系统声音大小较加 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些项目之外 其下面还有许多设定选项 使用者都必须做一一的调整 有关于这些选项的调整功能以及说明 请参阅NVDA用户指南第11.1.3章节中的语音设定 会有更详尽的说明 4.7 综合回顾 基本设定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第一次使用了NVDA功能表 也利用方向键进行了导航的功能 足以听读每一个项目名称 也学习到对子功能表展开收合的操作方式 而对于对话框内出现的各种物件形态 该如何控制 比如说下拉式方块 按钮 以及滑杆 还有核取方块等的操作方法 以及控制方法 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些比较基本的语音控制 可以让使用者得到一个较佳的语音环境 以上录音为概略说明 如需完整资料 请自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网页 自DASHI 图书馆 下载